老师熟练着车缝传统服饰 学员围观细心学习 来自花莲县25位学员 以原著名族传统元素为主轴 运用现代多种材质跟欧美版型技法 将原著名族的用色图腾等元素创新呈现 洋装就是以花莲六大族群 然后是涵盖了丙照的所有的 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我把它融入在洋装里面 让它一次呈现出来 也是具有花莲六大族的风味的一个创意洋装 我们希望能够经由进阶的课程 之后直接来考照 就从丙级的服装制作开始 由于机会难得 名额竞争激烈 除了去年出阶基础的学员继续学习之外 就连未入取的人也来旁听学习 我很想学 只是说一直没有那个机会这样 我不是正取 我是背取的背取 应该讲就是旁听的 我之前就上过了 这个是我上进阶班的 想说再多学习就可以了 原民处表示 近年来政府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 具有故事性的原住民文创商品 深受消费大众喜爱 在服饰制品制作方面 如果在技术创意及故事性上 能有更好的发挥 相信未来在市场行销 会有更强的竞争力 原始新闻 感谢玛雅花莲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ak唷